在我们讲到这个挂 意境的挂的时候 六十字挂 其实六十字挂 也可以缘变成这种前挂 简单讲就是battern 生命的battern 模式 那如果你懂生命的模式 你懂意境的话 在意境里面 每一个挂都有它的短板 短板是什么 就是破绽 就是有它的缺陷 都有的 最旺的前挂也有缺陷 到最后就抗流优惠了 你旺旺到强到强过头的时候 就要出事了 抗流优惠 每一个挂都有它的不圆满的一点 六十字挂里面 那么在学义境的人里面 如果是照南华经所讲的 南华经居士所讲的 只有一个挂是好挂 是不会有 是麻烦的 那叫牵挂 谦虚的钱 牵挂是不会有 没有什么缺陷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讲谦虚呢 谦让呢 你就不会有问题 其他的挂 怎么样都会有问题的 怎么样都会有 它的一个 小一个 危险的 他讲牵挂 拿放一起 老先生他是讲 牵挂是没有问题 因为呢 你钱让永远是好的 它的原理处在哪里 如果你明白谦虚这个 它的作用在哪里 作用在于 我不要用我的我 去卡人家的我 我让给尊重人家的我 我就没事了 我让 所以你不要 创造人家的我 你在这个世纪上 就没什么问题 你创造人家的我 你就准备出事 那其他的挂 都会创造人家的我的 那这个钱挂 不会 是这样子讲 所以他讲钱挂 没有问题 但是我讲钱挂 还是有问题 因为不是 太没有彻底 要虚 不能只是签 签要虚 那以前我的 有一个人 也是研究易经的 他跟我说 有一个挂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他不讲钱 他讲虚挂 后来我去读易经的时候 找来找去 十六十四挂 看到完了 虚挂在哪里 没有啊 其实虚挂 就是没有挂 就是你不在 那六十四挂里面 钻 你跳出来 这个就是无我了 这就是无我了 所以他们讲 无极而太极 或者是无极生太极 有些太极师傅 不喜欢讲无极生太极 无极怎么生 无极而太极 OK了 怎么样讲都好 其实中国人老早就知道 即使是武术家都知道 就是无空 最绝 最彻底 只要还有一个有 还有一个我 你就哭 还在因缘里面转 他就哭 所以彻底的 彻彻底底的 就是虚 那无极而谦 还是很好用的 不要碰到人家的我 还是很好用的 但是有些时候 你没有选择 比如说 只要你还有这个身体 还有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佛陀 只要他还在世 他成佛 他度众生 但是他就会有敌人 他没有办法说 对不起了 没关系了 你叫我不要读 我就不要读 他不会 他不可能这样子做 是不是 当人家挑战他 表演神通的时候 认定了 认定了佛陀 是佛陀已经讲了 不可以显神通 然后他们就讲 他讲不能显神通 我们挑战了显神通就好 怎么知道佛陀讲 我讲不能显神通 只是给弟子定的规矩 不是给我自己定的规矩 就像国王一样 一个国王 他自己的那个皇宫里面 他有那个芒果树 别人吃的 偷那个芒果就是偷 他打就不是偷 所以呢 佛是法王 所以呢 他定规矩给弟子 但是他自己不需要 被这个规则限制 结果呢 他就显了 哇那些 那些外道 就知道不得了 佛陀要显神通 他一定要显 一定要显 因为佛陀 不可以拜在这方面 所以只要拜在这方面 大家永远 后代就会有一个疑问 佛不是圆满着 对佛陀的传法 是很不利的 诸佛都一定会 每一尊佛 都要显双遍神通 两次到三次 那我们释迦摩尼佛 是显了三次 双遍神通 因为这个 只有这个神通 其他的神通 其他的弟子 大家都会做 这个神通是 佛陀所专有的 诸佛所专有的 因为你不是佛 你就显不出 这种神通 让他显 所以这个时候 他不可能在这种情形 那个不是谦的问题了 它是如实的问题了 因为佛一定要奠定 佛的地位 佛是彻底的圆满的 能力上的 各方面圆满的 所以一定要奠定 这样子才能够 启信一世之间 才是世间最高的 一个成就者 所以佛是一定要奠定 这个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如果是从 意境来讲 它是怎么样 它就像钱挂一样 很旺的那个挂 像太阳一样 是有的 它要到彻底的虚 没有 但是如灭了 如波涅潘 只要还在世间运作的时候 它不会只是走牵挂 它有时也会走牵挂 有时走困挂 困挂的时候怎么样 当它要让的时候 它去到那个阿拉瓦嘎 它那个人家的地盘 它坐上它的王座 然后呢 阿拉瓦嘎 要挑战它 弄种种方法 赶它不走 然后呢 后来 叫它 你现在出去 它佛的就出去了 来进来 它就进来了 否则是也是有牵挂 也是困挂 有谦虚 也是有让 为什么 它是有忍辱 肯定 忍让你 以将来让对方的心柔软 因为它知道 今天它要成了 出国圣者了 这个夜叉 它知道它要成夜叉王 它知道它要成出国圣者 那呢 借这个机会读它 所以让它 先让它的心柔软 然后过来给它讲 讲法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对佛陀来说 佛陀是什么 什么挂 简单讲呢 其实呢 它是什么挂都可以的 它是 它自己呢 是虚的 无我的 没有一个自我的 但是呢 它在度众生的时候呢 什么都可以的 但是呢 跳出轮回的时候呢 就什么都没有 就不在这个 有的 因缘里打转的 就不在这个 挂里打转的 是这样子 所以 当我们有这种了解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想要跟 你们分享的时候呢 除了要告诉你们 虚欠的那个价值 还有一点就是要告诉大家 在中国人的智慧里面 已经讲完了 因缘就是没有圆满的 挂都是没有圆满的 世间所有的模式 都没有圆满的 这个跟正好跟 在异经里面的这个原原则 跟佛陀的教法 刚好是相互 因着这方面 的确 在佛教里面 没有东西 生命因缘就不可能圆满 所以当你能够认清这个真相 它不可能圆满 第一 你能够接受它 第二 你会小心 研究易经的人都会小心 从来没有一个挂 你可以 骄傲的 也就是说 你走进生命的任何一种模式里面 你没有一个时期 你可以说不警惕 你可以说 有宅 反正我不怕 我不会死 不会 没有一个人 真正懂易经的人 他在任何一个处境 都会小心 因为 生灭因缘就会有破绽 不可能没有破绽 没有破绽的是 不生不灭 涅槃 有生灭 就是有破绽 破绽就是 就是有一个 big point 就是这样子 这是很重要 就是有它的罩门 所以这点要懂 所以 基于这个原因 我们要很小心 想对生活上的医学 谨慎 谨慎 谨慎地面对生活 不要因为 特别是 修行稍微有点上的时候 我看到禅相了 就骄傲起来了 就不小心了 就掉了 或者到禅定 也要小心 或者是 修到 四禅八禅 也要小心 或者修到观禅 也要小心 或者真的出国 也要小心 其实 不要以为出国 不犯错 出国如果犯错 也要收报的 一定要 要照业的 小心到什么时候 成阿罗汉 成皮子佛 成佛 那是无学 无学 无学也只是针对 解脱的道路 无学 但是呢 比如说 教人的善巧 讲法 那些 还有学的 那些阿罗汉们 还是要听佛多讲经 然后讲了过 他们才有那些内容 和材料 去度众生 所以他们 这个是有学的 但是呢 他从解脱来说 他是不用再学什么东西的 但是从 山巧 什么 也是佛多 还会纠正那些阿罗汉 从这方面来讲 是学 所以讲无学 是指 那个了生托事 方面 他已经彻底了 不用再学什么 来了生托事 他已经解脱了 所以 人要有这种 心 小心 谨慎 不傲慢 不管有什么成就 不骄傲 都不骄傲 都不骄傲